嗨嗨 大家好 這個 這次的天測真龍這個太難了 你們用這個隊伍看看好了 這三隻配上這一隻應該是完美無瑕 這隻克利夫兄弟 兄妹才對 沒關係應該是可以過 但其實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說打不過去 李瑞薩我第一次玩是玩到最後一關沒錯 可是這個叫天測無縫 最後一關被坑掉 所以有時候代表說我什麼都不能開 前面就先洗淨好了 哇 停降666 應該可以過吧 對 要降魔技能也可以啊 這轉速太兇了 做得這麼殺死一隻 真的實在是太棒了 結果我原本是想開夜小叉的 結果我原本是想開夜小叉的 這位這個技能太棒了 完全是轉速技就夠好了 應該夠了 對 然後被星空剩打到了 星空盾沒有要小心一點 最保險戰策其實就是說 開夜小叉 開了他之後 不要亂蹦 那就夠了 就算我下一關了 下一關真的有辦法的話我還要先建議說全消 所以要盡量全消 像這樣子 一半的血量耗到了 然後我想想啊 這個技能要包括 要消三組技能嗎 要不然就開這個一夜書好了 要不然就開這個一夜書好了 我比較討厭開一夜書啊 因為等一下好像洗技能 這樣子 夠了 保證 過 星服石 等一下星服石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我們 等一下下一關會很麻煩 應該是 類似這樣子 哎呀 居然是被全消了 有沒有啊 有沒有 基本的東西 一回合 TICK 先這樣子 這樣子 先這樣子 好 凱撒林有了 等一下的話 我們就先開這隻 開了這隻 應該會出現這樣子 事情順利的話 我們可以一次把他秒掉 用凱撒林 嘖 這也是考驗轉速時刻了 我對這個轉速概念沒有 蓋過啊 完全都是隨便亂轉的 這樣子 應該夠吧 就這麼剛好 十三康 果然是秒掉了 啊我一夜書都沒洗到 這我記得是1800萬 1800萬要補也很困難 因為一夜書 先這裡 先這裡洗看看好了 所以我們要洗新豬 這一回合應該可以再撐一回合 這一回合應該可以再撐一回合 舊物理現象來強應該還可以再撐 1800萬 就一夜書可以過吧 要不然你開這隻也可以啊 一夜書 然後 再開這隻 一夜書跟一夜書 如果這個時候有第二隻 一夜書更好 現在的局面應該是這樣子 盡可能想辦法先消掉一些東西 類似說這樣子 又我們已經死地紋煉了 有兩組了 很棒 再來就是轉租的部分 再來就是轉租的部分 再撐 我想一下喔 等一下轉租路線很複雜 這樣子 這樣應該可以吧 欸有了 可以 然後再開耐寶 太棒了 一夜書洗回來了 這隻洗的技能還不錯 考慮轉租技術 這樣子 這樣子 一次扣那麼多 這個時候一夜書就可以用 放場了 對 其他的的話 其他的要洗回來有點麻煩 可是我們主要就是現在可以開一夜書 開一夜書的話 真的怕傷害不夠我們再開技能 就開這個龍客 龍客應該是可以開啦 最保險的 一個原則 疑似扣是一萬六 回兩組 那是夠啦 可以再洗一回合 所以說這騎手牌就不太好 欸這要怎麼滑啊這個 一個失誤就掰掰了 我覺得我還是直接開一夜書 然後 竟然是開一夜書 所以 我的光珠一定要全消 想辦法全消吧 欸沒辦法全消 我轉珠太爛了 轉珠太爛了 欸 跳掉了 你看看什麼啊 跳掉了 按照東西欸 各位觀眾10萬分啊 夠了吧 13萬 傷害只是平息而已 太棒了 這一個10萬分就有了我一次 等一下下一關 這一關應該會不會有機車 由於我們用了一夜書 所以呢 這一回就專業洗技能 不專業洗法 應該可以啊 這樣洗 疑似扣一萬五 這樣應該可以啊 用兩組 應該可以 繼續洗 一下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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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這樣應該可以吧 我還是要繼續洗 一夜書的技能 而且我記得下一關應該會很麻煩 這個專業洗法 專業洗法爐 這樣子 會死欸 會死欸 哇 太少了這個珠子 會害到啦 消很多組 害很多 一個CD1 CD5 K死回來 只差死掉了 認死 消的是上面那一排 要死也很困難 不是要死也很困難啊 等於說我們這次 就是 這次如果 要那個的話 我們要消最多就只能消兩組 應該會死才對 我等待保尼為優先好了 如果說我們是 這樣子 因為我們轉的是上面 我們不能轉下面 所以我們說 最多就只能這樣轉 這樣轉回優先 應該不會死 急性拉血 太跟了吧 這個 這個羊肉爐做得太好了 這樣要死掉了 怎麼可以從這裡消 這個急性消法 應該只能這樣消了 只能這樣子 然後就死了 很棒 我們下一關 先開這隻 再來 我想一下 然後 然後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時候 只是耐保尼可以開了 直接 轉了 這樣子 可以 欸 傷害不夠 真的假的 我要花石頭打 喔 天啊 遇到我是個錯誤的決定 大家都行 應該可以過了 啊 要是說 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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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說 有說 是說 有說 是說 一萬一六回復力不能用 可笑 這個理論上是可以啊 回復力六千 好啦 開這隻 賭一賭 這也是轉速要轉在一起 這樣子是五六 這樣子還不會死 這個根性 我們最愛這個根性 應該夠了 掰掰 OK 只畫了一顆石頭 如果我們克利夫有開就好了 現在局面我們不知道要開龍客還是怎樣 開了這隻之後一定要開夜市 其實我覺得我本人的傷害應該是不夠 應該不會開龍客的 這樣我只開這隻主角 再來就是拼命的應轉了 這樣子 拼命的應轉 這個 太坑了這個公卡 欸 沒穿好 完蛋了 過關了 這太扯了 哇塞 太棒了 好了 以上是我的內容 從頭到尾只花了一顆石頭 其實也滿坑的啊 這個隊伍 買一送一回來了 好 可是轉珠轉了幾分鐘啊 好辛苦喔 又得到一隻人命怪鳥 然後這個是什麼 應該是 對我就知道 直善不我 這隻的效果是什麼 看一下 這個兵破冰龍 每顆一堵光暗服食 個人追打自身屬性 一次 回復 一千百點 最多追打四五次 很好很好很好 這其實我打不過去啊 因為這太難了 死上最坑的第一集 好了 以上就到此結束 那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 老實講我覺得我最坑的一集 應該就是這個 死上最坑的 青色真龍 好了 這個技能 我覺得還不錯啊 光浮石 新浮石 就這個技能來講可以再追打 自身屬性一次 把力滿應該會有更多的攻擊力 好了 以上就是我們介紹的那種 青衣青之主天色這種 這個對我實在太坑了 一顆石頭通關 謝謝大家